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奎霄称臣的公文之后 心中大喜 马上就封奎霄为朔宁王 并且表示 你一旦有难 我会八方之远 这无疑更坚定了奎霄对抗刘秀的信心和决心 但马元这一次 却没再跟着奎霄一起干 因为他通过这次近距离的观察 得出来的结论是 公孙树划而不识 奎霄刚愎自用 唯独刘秀凶才打掠 于是他回复使命之后 选择在一个漆黑的夜里 千里走单旗 归顺了刘秀 有了窦戎和马元的支持 刘秀底气十足 于是就争讨奎霄的事情 招助将讨论方略 于是大家议论纷纷 很多人都犹豫不决 认为帝王之师行动应当持重 不以深入险阻 眼看这么闹下去不是个办法 刘秀就把马元招来 问他的意见 马元却坚定地说了 奎霄手下将帅已经离心离德 我军趁此机会发动攻击 有必胜的把握 这正合刘秀的意 于是刘秀不再迟疑 马上派兵出征 双方在龙底大战 因为战据天时地利 接连几战 汉军都败了 刘秀眼看形势不妙啊 马上来了个两步走 第一步是虚的 他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奎霄 他告诫奎霄 现在归汉还来得及 功名利禄都可以得到 否则的话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结果奎霄的反应是斩杀了宋信的使者 既然如此 刘秀的第二步马上就来使的了 他让马园披挂上阵 马园在梁州多年 知道那里的地形位置 又熟读兵书 是不可多得的将材 让他出征自然顺理成章 当时刘秀只给了他五千人 这么一点兵力 按理说又太少了 但在马园手里却点斗成兵 已经足够了 他到了前方之后 没有派这些兵直接上战场 而是分一部分人去做说服工作 一部分人去做勘探工作 说服工作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服奎霄手下的士兵 弃案投名 回头试案 而勘探工作却不好搞 就是勘查地理位置 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马园却完成了伟大的创举 据米为山谷 只花形式 即用米做成军用地形土 指着他讲解山川地形 敌我形式 还有我军进攻路线 这么一来呢 怎么打 怎么退 涂上一清二楚 马园的方略为刘秀所采纳 军队发起进攻 把魁霄的军队打得是一败涂地 刘秀和魁霄的这场战争 历史了四年多 最终魁霄坚持不住了 据说呢 魁霄是被饿死的 战争让他一无所有 他好多天没吃东西 有一天手下不知道从哪儿 搞来了一个臭的东西 他都狼屯虎咽地吃起来 结果吃完之后 他也断气了 据说是枪死的 其实魁霄应该明白 他不是被饿死的 他也不是被呛死的 而是被自己给气死的 如果他能把窦戎拉为己用 如果他能留住马园 不归顺刘秀 那么呢 刘秀要想消灭他 比登天还难 可惜他不会知道 因为他的鲜血 早已染红了那片天空 历史就是这样 没有如果 没有假设 有的只是默然地向前推进 后来有诗悦 秦州城北寺 圣记魁霄宫 台显山门谷 丹青野电空 岳鸣垂叶路 云竹渡西风 清卫无情急 仇实独向东 消灭了魁霄 花了四年的时间 刘秀虽然胜利了 但是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但是路在眼前 总得一步一步地走啊 于是 刘秀发出了感慨 人生就是这样 总是不知足啊 打下了龙地 还想打鼠地 每一次发兵 都觉得很痛苦 似乎胡子头发 又摆了不少 后人把他这句话呢 浓缩成了一个成语 叫德龙望蜀 虽然对手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但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终极比拼注定 都是最精彩 最壮烈的 我们不妨来说说 这场世纪大决战 他们的决战 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动口不动手的宣传战 二是动口也动手的援助战 三是纯粹动手的阵地战 首先来说 他的宣传战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 皇权是相当神圣的 军权神兽的正统观念 不仅是封建统治者 掌控政权 笼络人心的理论基础 也是有志于夺取政权者的有力武器 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 也常加以利用 为加强和维护皇权 与掌控政权的新旧统治者 都拼命利用五行 称为的说法 以宣扬自己才是正统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 不仅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 而且乃丹淡淑博曰 陈胜王 至人于所增于父之中 其实就是利用秦伟学说 来鼓动人心 不过秦伟学说的大姓 是在西汉末东汉初 所谓的秦 本是战国史巫师方氏 编造的御氏吉凶的淫语 伟是汉儒以神学附会 儒家经义的一类书 至于五行呢 也是从战国史就开始盛行 以金木水火土 五种物质组成相生相克的关系 在秦伟学说大兴的背景之下 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 也未能免俗 他也是以屠称骑兵和立国的 帝皇三年 就是公元二十二年 刘秀和唐兄刘伯生 骑兵于南阳 他们之所以骑兵呢 极有屠称推出之功 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称延的出现 应该与王王篡汉时 许多人敬献扶命 而且名言 献者封侯 都是一样的道理 这从一个侧面 展示了称伟在当时的 社会思潮当中所占的地位 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往往搅脱趁机 以为之功 刘延死了之后呢 刘秀潜伏忍耐 后来找机会在河北 得到了大发展 后来凭着赤伏伏 既然是受命之福 又有周治白鱼的潜力 那么就是皇天大命 降临于刘秀之身 刘秀也就不得不 功成天命了 于是他于更十三年六月 集皇帝为剑元剑武 并且改方为高义 此后他南征北战 力图薛平在繁忙 富汉浪潮中割据的群雄 重新统一天下 在这一过程当中呢 他遇到了一个 跟他一样玩弄称伪的 割据者 公孙树 刘秀以图称说成帝 公孙树也以图称说成帝 根据五行相生的原理 汉朝的开国者认定 秦为水德 汉朝统治者呢 认为汉定火德 公孙树据此说法 汉朝皇帝是高祖刘邦 惠帝刘盈 高后吕志 文帝刘衡 景帝刘启 武帝刘彻 昭帝刘福陵 宣帝刘巡 元帝刘氏 成帝刘敖 哀帝刘新 平帝 还有十二个皇帝 当然也就立数进也 这就证明了姓刘的人 再没有当皇帝的资格了 而陆运法 阔地相 这些称伪术都说该姓公孙的人 来当皇帝了 公孙树所使用的这些篇章呢 很可能是当时的人 为了取媚于公孙树而制作奉献 借以邀功领赏 值得注意的是 公孙树还用上了武德转移的理论 照他看来呢 元神器说 以绝卯金 卯金就是流啊 按照武德之运 汉朝火得上赤 王莽土得上皇 而公孙树居益州 正在西方 西方太守 西方又属白 所以公孙树认定 按五行图生金 他是金德 金主白居西方 恰于成都所在的防卫相应 公孙树从这些称记中的预演 和武德轮回 及身体上手纹有齐的特征 证明自己却有龙兴之锐 是真命天子 于是呢 他改成都为白帝城 并于更使三年四月 在成都成帝 建元龙兴 他称皇帝的时间呢 比刘秀还早两个月 公孙树不仅以他的这一套理论 当了皇帝 更要命的是 他还经常依此 依输中国 既以感动重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公孙树 常常把他搞的宣传品 送到中原 这就必然于同样 要以正同观念 当皇帝的刘秀 发生尖锐的矛盾 刘秀别的都不怕 就怕别人也找到 做皇帝的根据 来诋毁他当皇帝的 寿命之福 所以对公孙树的宣传 石书说 帝换之 他不得不与公孙树 打一场关于 谁是正统的精神战 刘秀写信对公孙树说 屠衬言公孙 是指宣帝 城斥者是黄色 姓当土其名高 代汉者当土高 难道你是高大之身吗 用掌文为祥瑞 往往就是前车之鉴 你不是乱臣贼子 仓促之鉴 误入歧途而称帝 不足以责备 你年岁已老 妻子弱小 当早为定计 可以无忧 天下神器 不可力争 应三思 要知道我的称公 是不可复制的 刘秀和公孙树 辩论权力正统 居然都以称帝 作为思想资源 却为奇观 刘秀并不公开否认 陆运法扩地象 这类称帝书 只是他认为 图称中所说的公孙 是指汉宣帝 汉宣帝本名是刘并己 自辞清 长期流落民间 即位之后才改名为荀 而刘秀为宣帝后人 因此他自称公孙皇帝 已表示图称中所说的公孙 并不是指公孙树 刘秀依据图称 认定公孙树当皇帝为不正当 是在歪曲称语 于是进一步劝公孙树 不要效仿王莽当贼臣乱子 为家属安全计 应当尽早投降 这从一个侧面里可以证明 图称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 实际已是权力正当性的重要依据 但是呢 面对刘秀的称为辩论 公孙树采取的对策 是不值一审 我不用回答你提的 这样的幼稚问题 你的成功不可以复制 但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我就在成都当我的白帝 气死你 刘秀和公孙树 关于正统的精神战 其实都只能属于 宣传方面的战争 宣传战呢 两个人势均力敌 没分出胜负 接下来上演的是 隔山打牛的间接战 间接战是什么呀 我们都听过间谍战 没听过这什么间接战呢 其实这很简单 就是两军并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交战 而是通过第三国进行交锋 这场战争 大家都会想到了 就是刘秀和奎潇的大战 公孙树其实没有袖手旁观 而是派了大量的兵力 物力 人力去支援奎潇 要不然 奎潇也不会坚持四年之久 但是战争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是奎潇最终倒下去了 而这其中其关键作用的 就是马源 想必到这个时候 公孙树心里一定很是后悔 让这个顾交好友 白白地从自己身边溜走了 但是不管怎样 最关键的 也是最重要的陆地战 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建武十一年 春天的时候 刘秀就开始得龙望蜀 南北县双管齐下 分两路进兵 讨伐蜀国 南县是走水路 说白了就是水战 而北县则是陆地战 公孙树采取的方略是分兵作战 他在南县的水路 长江流域进行的水上设防 相当严密 毕竟北县的路难走啊 熟到难 难于上青天 公孙树占据着长江沿岸的要地 使出的水上防御体系是 一加二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 就是在汹涌澎湃的长江上 架起一道浩瀚如烟的浮桥 二呢 分别是在岸上修建了撂望台 在水中立下很多的木桩 浮桥就相当于一座大碉堡 刘秀的船队只要一过来 首先就会被高山上的撂望台发现 然后通过击鼓传递信号 公孙树守在岸边山上的士兵 就会从军营里边出来 到浮桥上恭候汉军的到来 然后等到了射程范围之内 就开始射箭 直到把你的战船都射成了刺猬 这样除非你是想来草船借鉴 否则是不可能登岸的 当然了 如果你想快速冲到浮桥下进行反攻 也是不可能 首先公孙树把浮桥设在了上游 你的船直过来就是逆流而上 速度会大受影响 其次公孙树已在水里立了许多的木桩 木桩就是箭素带 在他的牵绊之下 船到了那儿就成了你是风而我是沙了 构思如此精妙 设计如此精准 公孙树这条精心设计的防线 可以说滴水不漏 固若金汤 可事实上呢 这并没有难住南县的主帅岑鹏 刘秀既然派岑鹏担任南县大将军 自然有岑鹏的过人之处 他带兵冲了几次没冲过去 就不再强来了 就开始想办法了 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 火攻 这个办法和三国赤壁之战周瑜的法子一样 再来分析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周瑜之所以用火攻 那是因为曹操把船连成了一片 想这样踏平江东 而公孙树的福桥和曹操的船是一样的 也是连成一片的死东西 火一来就会被烧得灰飞烟灭 公孙树的碉堡和木桩都是为福桥服务的 福桥一旦没了 他的水上防御也就等于彻底瓦解了 考虑到福桥是在上游 所以这条计谋能否成型 还得具备一个条件 那就是借东风